今天头来到贡寮 贡寮区的奥迪国小建校已经超过了100年 许多建物已经相当老旧 而校园内的上操场也因为年久失修 加上雨天容易失滑 让学生安全出现了危机 所幸在各界协助之下 学校的上操场的地品都已经改善完成了 而铺好的透水砖保障安全 15号这一天市议员也特地来到了现场 进行了解 校园内的操场是提供给学生油气 运动级上课的场所 因此安全性也很重要 奥迪国小的上操场因为下雨容易失滑 也造成不少学生在此稀息失滑到 去年开始进行改善 并且在开学前已经完成了这项工程 我想谢谢我们议员的争取 包括吴杰亨董事长 我们阿福里长 我们赵队长里长 在争取以后我们的操场已经全部改建完成 那我们上面全部采用透水铺面 奥迪国小校长表示 上操场改善争取了两三年 好不容易去年有经费来改善 感谢教育局及市议员的协助 让操场改善工程能够顺利进行 开学后学生都觉得玩起来更舒适安全了 那站在上课的时候能让我们孩子 除了下操场的一个体育性活动 我们上操场更可以提供更多元的 包括一些半静态型的非静速型的扯铃跳绳 或者健康操 甚至于说孩子们可以在做大地游戏 让孩子们有更多学习的机会 而且更安全 奥迪国小上操场的部分 总经费300万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完工了 那我们在上面铺了一层透水铺面 那现在整个上操场的部分完成 那小朋友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扯铃健康操 还有一些动态上的活动 这样子的话比较会防止小朋友不会滑倒 远表示这次奥迪上操场 花费百万改铺透水砖 下雨天也不容易积水 学生使用起来也更安全自在 介陈威 共聊采访报道